睡一觉就能得到十万块 女孩刚满十八岁 但从事这项特殊行业已经三年 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小富婆 但她的职业却让人心生畏惧 在日本 有种专门为兄宅洗白的特殊职业 只要住进曾经死过人的房子 以此来证明房子没有问题 可以出租 那么就可以拿到一笔不菲的报酬 人称洗屋 女孩名叫杨子 是一名职业洗屋师 晚上她正准备在兄宅里洗澡 可推开浴室门一看 浴缸里竟然坐着一个男人 男人的手当场断裂 可这恐怖的一幕丝毫没有吓到杨子 当着黄毛的面 他淡定脱光衣服关灯睡觉 杨子早已习惯 因为他知道鬼魂是不能碰触食物的 杨子有一双阴阳眼 可以看见正常人看不见的脏东西 或许因为这 母亲在杨子三岁那年就残忍抛弃了他 和正常小朋友哥哥不入的杨子性格孤僻 唯一陪伴他的 只有母亲留给他的玩具额和随身听 不过好在 好心的舅舅收留了杨子 但两人没有亲情可言 因为舅舅只想把他当作自己的赚钱工具 并且舅舅给他立下规矩 不能和邻居产生任何交际 于是 杨子只能和看不见的鬼魂当朋友 而黄毛虽然长得一副混混模样 但内心却无比善良和滑稽 这天 他看见杨子在阳台上画画 走过去一看 不得了 原来杨子一直把遇见过的鬼魂都画了下来 就像母亲那样骗他说 会回来接自己 结果却杳无音信 时间一晃 就到了杨子离开的日子 多日相处下来 孤僻的杨子跟有嘴滑舌的黄毛 玩得十分开心 但他明白 人和鬼之间是交不了朋友的 拿着玩具额和行李 杨子即将出发前往下一个凶宅 不过这次的凶宅非同一般 因为里面的主人是被人杀死的 杨子心里有些不安 果然搬进去第一天 杨子就看见了无比可怕的一幕 随着玩具额灯光亮起 从地板上竟然凭空浮现出一个鬼魂 杨子假装看不见 在这个世界里 鬼魂是碰触不了食物的 但鬼魂还是朝他爬了过来 女鬼嘴里一直重复这句话 杨子本来不想惹是生非 但无意中还是接了女鬼的话 这下女鬼认定了杨子能看见自己 大声哀嚎 搞得房子里电闪雷鸣 左右晃动 杨子很无奈 原来 女鬼生前是一个知名的女团成员 杨子在网上查询了相关视频 结果发现 女鬼的男邻居十分可疑 说不定就是杀人凶手 而且男邻居就在附近的便利店上班 杨子有些害怕 回到屋子里 女鬼向杨子各种哭诉自己的不幸 希望拨得杨子同情 找到凶手 可杨子并不想多管闲事 两人相处得十分尴尬 就在这时 黄毛竟然也出现在了这里 原来黄毛生前迷恋音乐 离别之际送给了杨子一个磁带 他的灵魂也随之寄宿在了磁带里 两个一人就这样共同生活在了一起 面对两个画牢 一向喜欢安静了杨子只觉得甜噪 他一个人来到天桥上吹风 和这一幕 刚好被路过的男邻居看到 因为杨子想不开要自杀 赶紧冲上去一把拉住杨子 这搞得杨子一脸蒙圈和害怕 而且舅舅也曾立下规矩 不准跟邻居有任何交际 所以面对男人的不断打散 向来不善和人打交道的杨子 变得更加紧张害怕 两个社交恐惧症的人就这样一路聊天 各自回到了自己家 时间很快又到了该搬家的日子 一向听话的杨子 这时却爆发了情绪 回到房子里 又对着黄毛一顿发泄 激动中 还砸坏了母亲留下来的玩具鹅 看着如此反常的杨子 舅舅也慌了神 他只好找到姐姐 也就是杨子的亲生母亲诉苦 而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杨子 却对此一无所知 母亲 其实一直都和她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 每一个都留在人间的鬼魂 必定都有自己的执念 女孩从小就有一双阴阳眼 能看见四处游荡的鬼魂 她一个善意的举动 就能帮鬼魂完成很久以来的执念 想到这里 杨子恍然大悟 她飞飞回到兴宅里 杨子竭尽所能根据女鬼的记忆 画出了凶手的面部特征 画好之后 立马让邻居交给警察辨认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在警察的连环质问下 男邻居慌了神 难道说 警察早就知道邻居才是真正的凶手 说完直接一拳打在男邻脸上 此时女鬼也认出了警察 原来警察才是真正的凶手 女鬼怒不可遏 直接冲到警察跟前大声怒吼 结果根本没有什么暖用 看着人渣一眼兴奋的表情 连邻居都忍不住想打他 但人渣占据体型优势 根本打不过他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时 下一秒 门铃声响起 送披萨的来了 警察挟持男邻居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杨子带着舅舅赶来帮忙了 经历完这一切 舅舅也告诉了杨子真相 原来杨子的阴阳眼遗传母亲 母女俩有相同的遭遇 接着他带着杨子来到了母亲面前 母女俩久憋重逢 杨子再也暗默不住内心的激动 冲上去拥抱母亲 结果却穿过了母亲的身体 此时此刻 他才从母亲恐虫得知了全部真相 原来母亲在父亲车祸去世后 选择了自杀 这才把他交给了舅舅抚养 而这种阴阳眼是家族遗传 外婆 舅舅 母亲 全部都有 私人一世 生活还要继续 杨子和舅舅继续干起了老本行 只不过 生活好像比以前多了一点甜